我们来到拱门国家公园热门景点Double Arch 到了 就在前面 在双拱门旁边看到岩石像一条狗 再看一次像不像 Double Arch 我来了 好好的欣赏吧 上面已经好多人坐在那边休息了 听到声音了 往上走 双拱门仔细一看很像大象的鼻子 往上面一两座去休息 哇 真的太正观了 太雄伟了 在1988年著名电影《圣战奇兵》曾在这里取影哦 阿渠下面 唯一能遮阴的地方休息了 真的好热我脸都好了 看看随处都令人惊叹 大自然的伟大 在这里 还可以欣赏眼前这么美的柳 相当的震撼 哇 那个岩石 好不好看起来感觉会倒下来 会不会 Oh my god 这么高 这么高 现在来看更高 前面这一个大洞 后面有一个洞 爸爸就在阿渠的下面休息 因为这边有遮阴 正好阳光晒不到 这边休息的点多好啊 可以一览无遗 整个岩石的风貌 昨天是树下星期 其实是岩石上的 对啊 昨天Rise Keyang 哇 那个路真的难走 走到我后面已经不行了 离开了双拱门 沿途的岩石 真的美到爆了 我们继续往下一个景点 这是亚当的岩石公园 我说要把夏娃给找出来 可惜没找到夏娃 现在来到Delicate Arch Hiking到金智拱门 待会要4公里多 这是公园里最大的一个独立拱门 让请观点观赏那个Arch 今天一定要好好的 留下美好的回忆 脚上踩的都是橘红色的岩石 很特别 爬上来了 爬上来了 真的好容易 OK 继续往前吧 我走侧边好了 也是很辛苦的 还有一个阶梯 还有一个阶梯 继续往上 看看有多陡 老爸说到了 还挺累的 好漂亮 看到了 就在远方 但是 几年前来 我走下面路到右边 环绕过去下面 但是后来还是太远了 没有上去 要是气候不这么热 我一定上去的 看一下整个峡谷岩石的全貌 令人震叹 看看下面那个岩石 长得非常的特别 一个峡谷地貌 每一个景点的可看点都非常有特色 准备离开到下一个景点 今天特别的热 这么一下 我很努力的再走 走到脸都红了 今天那个还是好漂亮 好奇怪 对好奇怪 好顺顺 漂亮了 忍不住叫老公 就停下来 让我看一下 好巨大的一座 好像快倒下来 事实上还是屹立不遥的站着 下个景点有很大的惊喜 在拱门内有一大片的沙漠 敬请朋友继续观赏 谢谢